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牙齿 牙齦 那凤 所以我们要刷牙嘛 还有一个就是舌胎 舌胎越厚 续续续越多 所以把它刮掉可以吗 你一刮就破掉了 它就进去了 哦 所以不能刮啊 那怎么办呢 好 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今天依旧为您邀请到 精准医学权威曾清源院长 请院长来告诉我们 到底要怎么把精准医学 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欢迎曾医师 欢迎 谢谢 谢谢 你有说尽量避免这个胰岛素 让它一直出现 因为刺激它 你吃东西它就会一直出现 那有没有更具体的做法呢 讲这方法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预防 你要预防一辈子 不是说我这个月预防 一定是要符合人性 要持续下去 要能持续下去的 而且它必须没有副作用的 是 我们在医院里面治疗癌症 它是有副作用的 所以说它那些方法呢 就一定要临床试验证明说 它的副作用是可接受的 而且是好处多于坏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呢 你是自己预防嘛 所以那个方法呢 它是没有副作用的 那你就不需要临床试验嘛 你只要有科学性就可以了 那因此科学性告诉你是有效的 但是呢 因为没有副作用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 而且可以做一辈子 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那个万一像我没有很好 没有很好 你就是白忙一场而已嘛 对不对 会怎样呢 没有损失 对没有损失嘛 对 但是呢 不能够让你白忙一场 你总是有科学根据嘛 那因此呢 我们在上一期有提过 断食 是 你把三餐缩短 在八小时吃 这有副作用吗 没有副作用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饮食里面呢 会刺激胰岛素的是 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是 你吃越多 分泌越多 它下来的时间 就会脱肠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饮食里面的 碳水化合物 越少越好 像是淀粉类的 对 淀粉类的 这些 任何甜的东西 甜的东西也是 都是嘛 OK 像比如说 你爱喝手药瓶 对不对 那不行 那就有问题 母汤 母汤 另外一个就是说 糖本身就是 癌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 那因此呢 就是说 癌细胞比正常细胞 更需要糖分 你糖分下去的时候呢 受益的是癌细胞嘛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减少碳水化合物 你想办法做 可以做到一辈子 那在这做的过程之中 你就需要有一些 饮食上的调整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件事情 免疫力强 你就可以把癌细胞杀死嘛 对不对 对 所以甚至于说 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都有 癌在免疫疗法 对不对 嗯哼 没错啊 把免疫力拉强以后呢 可以把癌细胞杀死嘛 对不对 我举一个非常夸张 但是很有名例子 就是美国前总统 Jimmy Carter 他是多年前在 鼻子皮肤那边的黑色素瘤 那是一个非常饿的肿瘤 而且是脑转移的 在没有免疫疗法之前呢 我们是 这种都是一定死的 基本上没有例外 但是那一年 正好免疫疗法出现了 他用这个治疗 结果他肿瘤完全消失 他是痊愈 是 痊愈 那卡特总统呢 他去年过世 对 他长寿 对 长寿 他不是癌症死掉 对 所以说这免疫力是OK的嘛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一个人很纳闷 有一个人 他某一天被诊断是癌症 他说我过去都好好的啊 我也没有免疫力低下 我也没有特别会感冒啊 是 免疫力强 我怎么会得癌症呢 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嘛 这个免疫力好像是很深 可是又好像不可靠 为什么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癌细胞会被我们免疫细胞辨识 它需要靠几个方法 然后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 它身上会有一个分子 叫做MHC1 那个分子呢 它可以凸显它是癌细胞 免疫细胞就会辨识它 那你如果那个分子表现很低的时候呢 癌细胞就会错过了 它就假装自己不是癌细胞一样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癌细胞如果沾到一种细菌 那个细菌叫做聚合缩感菌 沾到那细菌以后呢 免疫细胞就无从辨识这个癌细胞 那因此呢 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细菌呢 不要沾到癌细胞嘛 不要让细菌进来这里 对 那个细菌它是在我们口腔的细菌 我们嘴巴里面就会有这个细菌 我有 你有 每个人都有 我们口腔里面呢 有900多种细菌 它是之一 那因此呢 你900多种细菌呢 它都是达到恐怖平衡 没有水比较多 水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如果刷牙的时候呢 流血 或者咬东西的时候破掉 或者是刮舌头的时候呢 舌头刮刮刮 受伤 对不对 那细菌会跑进去 你如果细菌进去的量很少的时候呢 会被我们的中性白血球清掉 OK 没事 但是进去很多的时候呢 你一下嵌不掉嘛 它会沾到癌细胞 就不妙了 那癌细胞它就会 屋中被免疫细胞辨识嘛 它就躲过去 对 因此呢 我们就是要让口腔里面的 这个细胞的 总量不能多 这个细菌要让它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OK 总量少 它就是九百分之一 那它比例就少嘛 所以说我们要保持口腔清洁 那我就漱口刷牙 用漱口水 这样够吗 漱口水很好 但是呢 漱口水 你要调那个没有杀菌效果的漱口水 因为你一旦杀菌 你就破坏平衡的 就不是九百分之一了 可能变成五百分之一了 可能一百分之一了 可能十分之一了 其他都杀掉 全部杀掉 因为聚恶收管菌 它是属于比较顽强的细菌 你杀菌的时候呢 多半是杀别人 不杀它 就杀不死它 杀了别的菌 对 所以说你宁可不要用漱口水 你不要用有杀菌效果漱口水 那反而让它独强 你再辅助它嘛 你不要辅助它 OK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 是到时候有啦 但大本营呢 是两个地方 牙齿牙齦 那个缝 所以我们要刷牙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舌胎 舌头的背面都是细菌 舌胎越厚 细菌越多 所以刮把它刮掉可以吗 你一刮就破掉了 那就进去了 不能刮 那怎么办啦 家里面有小baby都知道嘛 小baby那个喝牛奶 对不对 喝完奶以后嘴巴白白的嘛 用纱布 纱布沾个液体 就把它抹下来 不要干的嘛 沾水吗 沾水是比干的好啦 但是水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舌头 上面也是细胞对不对 细胞我们是两层的油包着嘛 你用水去抹的时候呢 水跟油就是不相这种东西嘛 所以你抹得很干净以后呢 其实你会让它受伤 OK 你应该用油性东西 像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解口液 它是油吗 对它是用油 那个这种油这东西 就是 就是 你可以配啦 像我以前我自己配啦 就是越接近于 人的细胞膜的成分 越好了 那个细胞膜成分呢 你可以Google去查嘛 我以前都自己配啦 用完以后要配 想到要配 好累喔 后来找到一个 它标榜没有杀菌效果 所以市面上有在卖 有在卖有在卖 OK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业配啦 可是只是告诉你说 市面上其实有在卖 已经有接口 基本上我的理想说你自己配啦 但是你一定要持之以恒啦 别绝对不要像我一样子 它有酪梨油 椰子油 葡萄籽油 维生素D 还有维生素E 维生素K 还有22碳 6C酸 跟20碳的5C酸 这很专业耶 这是细胞膜成分 就是细胞膜的成分 不管是你自己配的 或者是你买市面上是比较方便 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做 倒在这个纱布上面 我教你怎么做 好 你要做的时候呢 就是先洗眼刷牙完毕 对不对 对 好这个纱布呢 是种四则纱布 你把盖子打开以后呢 这样子动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意思我帮你 还是我来用 这样好了 这个只是为了让手不要 不要沾到 手不要沾到而已 好 倒在瓶盖上 盖子上对不对 对 然后让它沾到油 然后把它翻过来 是 另外一边 没有沾到吧 没有沾到 再沾一次 再沾一次 OK 再沾一次 好 好 那你弄完以后呢 那个 当然就是没有这一块 这个四则纱布呢 你摊开来 你就可以看到 有四个圈嘛 对 而且很均匀的都沾到了耶 你看到四个圈 四个圈都很均匀的沾到了 这个油 然后呢 你就用两个手指 顶着某一个圈 就开始在舌头上插 就跟你插小baby的舌头一样 OK 插了一个 然后再换第二个 然后再换第三个 然后换第四个 四个都插完 你就会发现说 我刚刚牙刷不刷完 很干净吗 为什么会这么脏 对 就是不脏 上面会脏喔 会 对 即便你看到说 没有舌胎吗 白白的嘛 我告诉你 抹下来就不是白色的 所以我可能用两只手指 就是放在它的后面 然后就舌头这样 然后就像你清洁小baby的舌头一样 头腔一样 就在你的舌面上 我们可能 大家想象一下 在舌头上面这样子 去清洁它 你可以这样上下插 清洁它 结果你会发现上面都黑黑 是黑色的吗 还是黄色的 黄黄的 黄黄的 哦 那每一天都要做吗 每一天都要做 你会发现说 奇怪 我怎么会这么脏 为什么 因为它是细菌 细菌会一小时不到 它就会分离一次 日子涨日子涨 嗯 所以越涨越后 越涨越后 嗯 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方式喔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就是清洁你的舌胎 我知道很多人会用那个刮刀 刮自己的舌头 医师不建议 不要刮 你会刮了就会 就会有微微的伤口 有伤口 细菌会进去 反而会进去 对 所以这个是可能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所以刚刚医师有特别讲到 日常的防癌 你要持续做 不要觉得烦才行 还有 有一些超级水果 是不是医师也可以建议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不要吃甜的水果 不要太甜 你能够不甜最好了 这样人生很少乐趣 不 乐趣有很多种 你的乐趣不见得需要建立在危险上面 所以你觉得果糖也不要摄取太多 对 因为果糖其实是比 葵桃糖更糟糕 最好是比较没那么甜的水果 医师可以举例吗 哪一些水果你觉得是比较好的 不甜 但是又没有酸到可以接受的话 酪梨是很好 酪梨 酪梨 酪梨是有建议的 那个至于巴辣OK 巴辣也可以 巴辣就是不要太甜嘛 你爱吃这水果里面 找到不甜的 可是台湾的水果都很甜啊 你就跟他讲说 你去加钱买不甜的嘛 老板 我要不甜喔 给我不甜的 我加钱 对 还有我这边看到医师建议 一天要两杯半的咖啡喔 我现在讲的 多数人写了科学论文 2022年 英国他们利用他们的 肩膀制造库 去看看说 有喝咖啡跟没有喝咖啡 跟他的死亡率有没有差别 其中就发现说 有喝咖啡的人 整体死亡率会降低 也包括癌症死亡率会降低 那他咖啡的量呢 就是两杯到四杯 这个效果最好 像说有喝都好啦 最好是两杯到四杯 建议的量是两杯到四杯 对 那有咖啡因没有咖啡因 效果是一样的 高档的跟低档的 效果也是一样 所以不用去买很贵的 不用很贵 不用很贵 你如果说 我喝咖啡心跳啊 会跳出来 你就喝没有咖啡因就好了 低咖啡因的也OK喔 它跟咖啡因没有关系 OK 所以是咖啡的 里面的某种成分 那个论文它是研究关联性的 它没有分析里面成分的 好 那大家现在都可以 记在自己脑子里 不过谈到精准医学这件事情 除了防癌 或者是检测癌症 相关的疾病之外 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 长期的像是偏头痛 他找不出原因来 或者是一般人 很想要避免的三高 是不是也可以在精准医学里面 得到一些解答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通常不会为了 除了癌症以外 不会为了一个疾病 去做基因检验 因为这个是不划算的事情 是 因为固定成本是一样的嘛 你要做的话 你会做一组 譬如说我要做 关于神经学方面的 还有精神方面的 所以包括什么 会不会忧郁症 会不会有失觉失调症 会不会有头痛 中风 这些东西都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个package 一个package 所以说你刚刚讲头痛 我们会建议说 你要做一个package 是 那你得到知情就很多 但你现在头痛 我是不是属于偏头痛的高风险 告诉你嘛 你如果是的话 你就要采取预防动作嘛 那厚厚一本书一样的报告呢 就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样预防偏头痛 这种建议呢 一定就是跟这偏头痛 有关系的建议 你不能讲说 每次都讲早起早睡啊 多运动啊 这个孝顺父母 不能讲这东西嘛 孝顺父母也算 预防偏头痛的 你的饮食要注意什么东西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你会很具体的告诉大家 当然当然 比如说什么不能吃 因为它会诱发 偏头痛嘛 就是说发酵的食物不能吃 起司 不要吃 泡菜也不行 对 泡菜也是 因为是发酵的 还有呢 巧克力也是发酵的 巧克力也是发酵的 没有人知道巧克力 巧克力是发酵产品 水果呢 是过瘦的水果不要吃 它们都有共同物质 所以也是一样 这个你要躲开 好 那我要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发作 那就是可以吃青鱼啦 飞鱼啦 那个鲑鱼啦 沙丁鱼 这类的东西 它连满含有Omega 3 它可以减少 然后呢 有研究 乳酪B2的 B12的食物 也可以减少偏头痛 乳酪低的 也可以减少偏头痛 那这一类的食物呢 你就要多吃 我懂了 你可以去选哪一个package 不一样的package 做完之后 医师会给大家一个 最健康的 算是养生 或防止疾病的一个建议 因为你如果打开 现在所有的频道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养生要怎么做 可是不见得适合你哦 没错 没错 可能适合他哦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说 那我去做体检 完毕了 告诉我 那这个我癌症高峰 怎么预防 就少有少也能多运动 早去早睡 就讲这个 我心脏病 少有少也能多运动 每个都一样嘛 都同样 那我不用一样的 我也知道这样的东西 是 了解了 所以现在大家观众朋友 应该对精准医学 这件事情 有更深的了解 因为每一个专家都会跟你讲不一样的 有的专家说 可以吃甜的水果啊 像刚刚我们曾医师就说 这个太甜的水果最好不要 那你应该要听哪一派学说呢 可能你就要做 类似像是基因检测这样 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 这个就是精准医学的精髓 那最后可不可以请医师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在这个YouTube前面想要做这个基因检测的朋友 你可不可以建议他们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 健康管理 你如果是50岁以上 甚至于55岁以上 这个年纪越大的 越容易得到癌症 那因为癌症是台湾非常常见 也非常可怕 那因此呢 我会建议你做这个癌症的基因检验 这个癌症呢 不是先天的癌症 就是你后天得到了突变的这个基因检验 这是可以做的 而且我现在没有癌症呢 我怎么做 预防嘛 就是我们抽血 我们抽血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你血液里面的DNA垃圾 有没有来自于死掉的癌细胞 如果垃圾有来自于死掉的癌细胞 表示你身上一定有活的癌细胞吗 那就是我们概念就是这样子 就因为你有尸体了 表示他没有这个活的 因此呢就是我们身上正常细胞会死 癌细胞也会死 死掉的细胞DNA都会变垃圾 对 进入血液里面 然后我们排掉嘛 对不对 了解 那因此呢我们萃取这个垃圾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垃圾分类 这个DNA垃圾呢 是来自正常细胞 这个DNA垃圾来自于癌细胞 那癌细胞当分子 所有的垃圾当分母 一除出来一个帕数嘛 我们就知道说 你身上有多少的死亡细胞 是来自于癌细胞 那我们正常人是没有癌症 对不对 那么算出来答案就是 0%嘛 ZERO 没有 但是你如果不是0 0.5% 1% 2% 5% 实际上就一定有癌细胞嘛 但是呢 癌细胞不见得会凝聚成一团 大到被我们影像学看到 这个东西就是特定当下身上有没有癌细胞 那癌细胞死掉被我们车到 这个就是年纪大的人 所以年纪大就是50岁55岁以后呢 这是癌症的高风险开始出现了 你如果查到的时候呢 你是得偷看答案 我身上有癌细胞 那你是问我怎么办 我会告诉你怎么采取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那另外一个 我现在举个实际例子你可能不要懂 就是有一个人 他是上司公司的老板 那他也不晓得做什么东西 他是怕生病 但是他也不晓得他怕什么病 他就说那我基因全做完了 两万两千个基因做完了 包括出给他后后一本 对不对 然后告诉他说 你有一个基因 显性遗传 是来自于你父母 显性就是会发病的意思 那因此人要小心这个病 他说什么病 我说那个叫做 恶性高体温症 恶性高体温症 没有人听过嘛 对不对 对 那个是那种问题就是说 他是被诱发的 什么被诱发呢 被麻醉药品诱发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如果要开刀的时候呢 开刀之前 你要跟麻醉医師讲说 你有这基因突变 他就会躲开 不要用某些麻醉药 所以说你如果不知道 你开刀的时候 他用这个药 然后那个医师一面开刀 就体温就一面上升 结果麻醉医师也紧张 那乖的科医师也紧张 你也可能就是 就会走掉 就走掉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 因为麻醉死亡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各种可能 可以各种可能嘛 但是你有这个 我说你这是胃爆弹 这胃爆弹是 你不踩它 它不会爆炸 是 你踩了就爆炸 了解 对不对 那你这样知道的 你就不要踩 所以他那个检验就有价值 就要偷看答案嘛 是 今天非常谢谢曾院长 来这边为我们分享 精准医学的精髓 观众朋友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偷看答案 要不要看 你自己决定 可是 我今天听完的时候 我感觉 有看 好像比没看好一点 好 今天非常谢谢曾医师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一个礼拜 请准时收看我们 健康大前线 拜拜 拜拜 谢谢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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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